选举投票日快到了 很多人在关心确诊者是不是可以出来投票 根据指挥中心的规定 经过快筛或PCR阳性者 都应该进行居家照护5加N政策 隔离期间是不可以离开住所的 因此也特别呼吁选举期间 确诊者还是必须遵守规定落实居家照护 如果擅自离开住所 还会面临两年以下有期突袭 拘役或者是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金 请民众不要以身释法 候选人们积极地进行败票行程 因为距离11月26日的投票日 仅剩下三天的时间 因此不少候选人都积极地把握机会 争取选民们的认同 但由于目前仍有新冠肺炎的问题存在 不少民众有疑虑 确诊者是否可以外出投票 而先前中央有情疫情指挥中心也规定 依照现行的法规 经过快筛或是PCR阳性判读确诊者 应进行居家照护5加N的政策 且在隔离期间不得善离住所 对此台东县卫生局也呼吁 自21日起 至11月26日投票日当天 若被判定为确诊者 在隔离期间除了紧急就医 避免紧急危难 如风灾、地震、活景等 有危害到生命安全疑虑的情况 否则是不能擅自离开隔离地点 为者将可依法处以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拘役或新台币20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的罚金 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另外卫生局也强调 在投票日当天 各投票所也将设立防疫专用通道以及遮屏 仅提供发烧但非COVID-19的确诊者 进行使用 同时也提醒民众 在前往投票时 务必戴好口罩 与做好自身的卫生管理 才能够让投票更为安心 记者陈志玲 台东市报导